嗨,大家好,我是爱做美食的余姐 为了满足粉丝的要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翘面馒头的做法 蓬松轩,层次分明 可以用手一片一片的湿着吃 而且呢,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也不用一个劲的揉面、翘面 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 首先我们来兜轿子 这一步也叫陪老面 在容器里面倒半碗的牢骚 再加半碗的温水 最后再加一点点的白糖 加白糖呢,能增加口感 也可以促进发酵 盖住盖子,给它泡上一个晚上 家里面没有牢骚的 也可以用老面给它掰成小块 用温水给它泡上一个晚上 也是一样的 把牢骚米全部泡浮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上适量的面粉 随便给它搅和搅和 放在温暖处 给它醒发至上面满是泡沫就可以了 醒发多长时间呢 这要根据天气来论 我们这边是冬天 醒发了十来个小时以后 上面满是泡沫 闻起来有一种米酒的香甜 像这样我们的酒量老面就做好了 下面就用酒量轿子来和面 边倒边搅拌 因为它是面糊 不容易吸收 下手揉搓 揉搓至无干面粉时 然后再来下手揉面 给它揉成一个偏硬一点点的面团 记着做呛面馒头 面一定要活硬一点 这样做出来的馒头 才能起成好吃 有嚼劲 面和好以后 上面盖上保铅膜 防止表面烘干 给它晃在温暖处 醒发至两倍大 发面的时间也不是固定的 它要根据天气来论 发好的面体积明显变大 扒开里面满是蜂窝状 闻起来里面有一种香香甜甜的味道 像这样就算发好了 下面把发好的面 给它倒在案子上 我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加减的比例 很多人不会做老面 就是不知道怎样加减 其实用老面和面做馒头 和用酒量和面做馒头 加减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因为酒量馒头发好的是偏香偏甜的味道 加减的比较少一点 每一斤发好的四面团呢 加0.5克之一克的碱面就可以了 但是用老面和面发好的面呢 闻起来有一点偏酸 加减的比例呢 也比较多一点点 每一斤发好的四面团 加1克之1.5克的碱面 或者是小苏达都是可以的 碱面加上以后要多揉一份 揉搓均匀 然后给它搓成长条 再用擀面杖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厚片 在面片上面撒上一大把的干面粉 再给它卷起来 像这样做撬面馒头呢 不用一点点的撬面 一步到位 特别的简单 面片卷好以后 用手给它整理一下 再用擀面杖给它擀一擀 压一压 擀出里面的空气 做这一步呢 使做出来的馒头更加紧致有嚼劲 还可以防止馒头在出锅的一瞬间 热馒头遇到冷空气 里面的热气立马抽出 导致馒头回缩 做每一期教程 我都会用心的去讲解 把最复杂的美食 用最简单的方法教大家做 不慌过每一个小细节 我经常会说的一句话 会做美食的博主不算是本事 能把看视频的朋友交费 那才算是本事 你要是感觉我说的有道理 就给我点一个赞 你的点赞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面片里面的空气排出以后 再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再把每个小剂子按你喜欢的方式 全部都给它揉成馒头状 揉好以后 上面盖上一个保鲜膜 防止表面烘干 给它醒发一粉 这个醒发多长时间呢 是非常的重要 醒发时间短了 就像这样比较启程 但是呢 馒头死死的 没有渲软度 醒发时间长了呢 有渲软度 里面呢 像这个一样又不起词 所以说 醒发的时间是非常的重要 醒发多少时间也不是固定的 这要凭经验来观察 我们这边呢 是冬天 室温呢 十来度 我给它醒发了四十分钟左右 醒发自动 手轻轻一按 有回弹 像这样就算可以了 然后均匀的 给它摆放在笼屉里面 在摆放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距离 因为馒头蒸熟后会变大 馒头生坯摆放的太拥挤 会在蒸汁的过程中影响它长胖 并且在起馒头的时候还会脱皮 直接会影响馒头的成品卖相 好 下面我们来开始蒸馒头 记着蒸窍面馒头 一定要等水开了再上锅蒸 否则会影响起乘 然后用大火给它蒸25分钟 时间到了 也不要急着开盖 然后再给它蒸个三分钟左右 这样呢 以免馒头遇到冷空气呢 回缩 缩着缩着 时间已经到了 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又白又轩软的大馒头 已经蒸好了 大家也可能看到了 从中有一个馒头不是太光滑 但是这可不是回缩哦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啊 因为我用的是玻璃和铝合金 组合起来的两层锅盖 当时盖的时候没有盖正 导致锅盖倾斜 在一个地方溺水 在馒头没有蒸熟的情况下 把馒头面已经烫死了 直接影响它的启发 导致馒头表面不光滑的 主要原因都在这里 下面来掰开一个让大家看一下 里面是层次昏明 香甜香甜的味道 越吃越想吃 可以一片一片的湿着吃哦 我再来给它捏一下 让大家再看一下 地级肥肠 非常的松软 有空你也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于姐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下期再见啦 跟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